2014年的时候,我的母亲病重,当时花了很多钱,就在这个时候前妻和我提出离婚,而且还是带着孩子离开了我。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,我原本以为在我最失落的时候,她一定会不离不弃,她最终还是和我离婚了,意外的是她后来得了癌症。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,我和老婆去看了我和前妻的孩子,孩子教育得很好,相反前妻老了很多,烂黄无光的面庞,着实让我有点心疼。 这不是我忘记不了旧情,只是作为孩子的爸爸,面对她的时候,我内心居然有一点点内疚和自责,如果当时我不赌气妥协我们之间的感情,她如今会不会过得好一点? 前几天前妻中病死了,听到这个消息真的让我们缺了,还好老婆大度并且理解我,马上安排行程去了前妻的家里。 欺猫悲伤的气氛终于让我在孩子的面前落泪了。 临走的时候,我偷偷给前妻的家里人,印塞了两万块钱,当然还是被这老婆给到。 回到家老婆跟我说,老公把你孩子接回来养吧,我知道你随了两万块分子钱,我不怪你,毕竟是你和前妻的孩子,我会把她当作自己孩子的。 听完她的话,我抱着她痛哭,既感动又追究,没想到我找了这么一个懂事的妻子,上辈子一定是做了好事。